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冲 自从这个Najib被判入狱过后 我这几天我每天我都很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马华总会长魏家翔 他到底针对这个Najib入狱这个判决 有些什么样明确的立场 我每天我都会去他的面子书那边点击 我就看一下他有出来讲些什么话 为什么我会这么关注他呢 因为毕竟他曾经讲过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社需要更多的Najib 现在Najib被判路易的 我不知道这时候他有什么话想说 但是我等了好多天 这个Najib已经在监牢里面蹲了两个晚上了 但是我们的马华总会长依然是一句话都不讲 看他的面子书呢 是每天都在忙着见人见人 但是呢 忙到啊 连对Najib入狱这么大件事情啊 一句话都不讲 几忙啊你看 ok 就在我们等 等这个马华出生等了很久 今天 第三天了 终于出生了 马华总部终于发出了一份声明 是针对这个事情的立场 大家看一下 就是呢 马华总部派出了一个什么代言人 叫做陈君儿的 出来代表马华说话 就说呢 马华尊重这个司法的独立跟公正 所以呢 就尊重这个法庭的判决 哎呀 很厉害啦 这种说法啦 ok so 当我们看到马华做这份声明的时候啊 你们可以知道他的看点在吗 其实他隐藏了很多的看点 我告诉你啊 怎么说呢 ok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看点就是呢 这个声明呢 并不是在这个Najib入狱的第一时间就发出来 也不是在第一天就发出来 是过了三天才发出来 我们可想的知了 这三天里面呢 马华到底在犹豫什么 到底在等什么 啊 这一份声明 这么困难做出来吗 啊 我猜测了 我个人猜测了 马华这三天里面呢 一直在犹豫这一件事情就是 怎样办呢 这个Najib入狱啊 我怎样我都要发表个立场了 但是我可以发表怎样的立场呢 我如果发表就是 这个Najib最有赢得啊 什么啊 这样的话 这样我不是得罪巫统 得罪马人 啊 ok 可是如果我什么都不讲的话 我就讲这个司法 如果不公正啊 那就不该入狱啊 我这样讲下去的话 我会给全马来西亚华人吐口水哦 啊 这样怎么办呢 讲这样也不可以 讲那样也不可以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犹豫了三天咯 然后今天终于出来讲了咯 而且就是很模棱两可的讲一句 哦 我们尊重司法的裁决 我们尊重司法的独立跟公正 ok完了 嗯 这个 这个 对吧 这个答案呢 非常的四平八稳 谁都不得追 啊 就这样过去啊 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交代就算了 ok 看点一 啊 然后看点二 这一份声明呢 是由谁发表的 是由一个什么代言人 叫做陈君儿的代表 陈君儿你认识吗 很多人不认识呢 啊 然后呢 马华领导臣有这么多大佬 啊 总会长 书里总会长 总秘书 平时不需要他们出来讲话 他们一个两个真正就出来讲话 可是现在需要他们讲话的时候啊 一个两个不知道躲去哪里 就派一个什么陈君儿出来讲话 啊 为什么呢 啊 这也是其中一个看点哦 因为呢 他派一个陈君儿出来讲这个话呢 不管有没有得罪人都好 都不关他们事 啊 啊 总之呢 把这件事情撇清关系 一干二净 啊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得罪人也是这个陈君儿的罪人 啊 跟他们那些领导臣 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然后呢 第三个看点就是呢 我们的马华总会长 至今 针对这个 纳吉德判决 依然是 静静不出声 一律声都不出 啊 仿佛他曾经 没有讲过 我们需要更多纳吉啊 啊 仿佛他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啊 OK 所以呢 从马华的这个声明呢 我们有这三个看点 啊 我不知道你们认同不认同 我是看了这三个看点啊 OK 好啦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新闻啊 马华都别等大家可想而知啊 啊 OK 大家对他也没有什么期待了 只不过 我这个视频是做来给大家笑笑一下 罢了啊 OK 就这样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